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来看一看台海形势 中国和美国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 现在的双边关系非常的微妙也非常的紧张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辽宁沈阳进行所谓视察的时候 其实是给美国拜登总统释放了一定的善意信号的 当然美方会怎么样回应目前还不清楚 华尔街日报稍早之前的报道就提到 习近平有可能在9月份去到中亚 在那里和普京来进行会面 这个消息也不排除乌龙的可能性 就像此前英国媒体报道指 在8月份的中旬习近平会去到沙特一样 但是如果果然出现了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去到中亚和普京见面 那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给人带来的悲观的感觉 就会更多一些了 先来看一波接一波的访问台湾的最新的消息 那么继美国众议院众议长佩洛西 是在本月初二十个小时闪电般的访问台湾之后 再加上另外的五名美国议员随后访问了台湾在上一周 那么现在又有一位美国的政治人物抵达台湾 8月22日当天她是和蔡英文总统进行了会面 这一位就是美国印第安那州的州长侯康安 她的计划的形成是21日到24日 她主要的目的是率领着经贸及学术代表团 来加强与台湾的合作 根据蔡英文在8月22日的说法 侯康安州长是第一次访问台湾 也是有疫情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州长 所以她说这个事对于深化台美的关系 意义就非常重大 而且蔡英文还特别说了 随着美国晶片法案的通过 印第安那州是有可能成为半导体产业新兴的科技中心 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加强与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 共同构建民主晶片的永续供应商 以上是美国接下去看日本 同样是在星期一8月22日 日本众议院的众议员古乌龟斯 就率领着国会的跨党派的友台议员团体去访问台湾 时间是从8月22日到8月24日 在整个行程之间 她也会和蔡英文总统来进行会面 另外一边向中国大陆事实上很快已经做出了反应 就是在8月22日星期凌晨的2点到下午的4点钟 东海部分海域就已经进行了实弹的射击 那么稍早之前 截至星期天下午的5点钟 台湾方面是侦获了中国大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机12日架次 发现了其中逾越中线有5架次 那么解放军军舰5艘次 他们也是侦获到了 这些战机战舰是持续在台湾的周边海空域活动 在台海的所谓的中线 屡次被中国大陆方面打破背景之下 美国军方的反应是非常值得关注 也非常值得玩味的 这中间的重点就是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他的行动路线 根据中国大陆这边乡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汇出的路线图 那么里根号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8月19日已经是离日本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么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呢 美国里根号的航母 是已经返回到了日本的横须和母港 那接下去呢 是说临时靠港来修整一下 还是说这一次的部署 这一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目前就不得而知 中国的台海形势的研究人员 在接受中国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分析了 其中两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里根号的航母打击群 离台湾海峡有一定的距离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美国方面是希望在比较微妙的时刻 不对台湾有任何的 特别是行动上的所谓的承诺 不对台湾有任何行动上的 所谓的保证 以防止台湾有更多过激的动作 第二点 那么就是美国方面也是判断 台湾当前不会有严峻的事态发生 所以有一定的置身度外的空间 这两个原因特别是第二点 能够看出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 还是比较的理性 这是军事 那么接下去呢 在外交场合 现在可以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 美国驻中国大使 频繁的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已经打起了所谓的舆论战 最新的一次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 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就表示 他对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 是很担心 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因为中国被视为挑战 因为美国国内的中国恐惧症 他觉得呢 两个国家要恢复互信 要回到最本源的东西 其美方应该公正 客观的看待中国的发展意图 牢记两个大国的共同利益 责任永远大于分歧等等 他说他作为大使 角色就是努力让美方 来摆脱中国恐惧症 秦刚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 他讲的是英文 可以看出是一字一顿 虽然那他上节目 很明显是要做功课的 但是英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 给听众的感觉 就是比较的吃力 而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也是上任六个月以来 首次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 是接受CNN的采访 那么看上去呢 他对美中关系 似乎没有说那么悲观 那么他虽然批评了 两个国家是面临这样的挑战 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 包括在台海的危机的处理之上 他认为 再加上中国的所谓的动态清零的做法 是影响了他们去进行一些外交的行动 再加上中国当局 伯恩斯的说法 就是对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些帖子 来进行审查 包括涉及到的对华政策 香港 北约和支持LGBT群体的帖子 那么中国官方的媒体 在社交平台上会进行一些审查 此外呢 伯恩斯也提到了 就是针对俄乌战争 中国政府没有去谴责俄罗斯 而是归咎于美国和北约 他说呢 尽管有这样的一些挑战 但是美国还是承诺 与中国负责任的竞争 他呼吁中国与美国相向而行 要出现在谈判桌上才能合作 所以从美国方面的动作 包括里根浩的行踪 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表态来看 其实美国方面是在向中国方面 释放善意的信号 所以就很有必要提提 中国方面此前释放的信号了 8月16日17日 习近平是去到了中国辽宁省的 锦州市沈阳市 其中8月17日 根据中国央媒的报道 他并没有去到沈阳市的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 这个是中国政府比较看重的 同时也是赋予了重大的象征 意义的抗美援朝 但这个是中国官方的一个说法 抗美援朝的两处陵园之一 所以当时他没有去 给人的一个感觉 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 虽然遥远 但是非常的强烈 还有一个细节是在8月22日 杨明杰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 写了一篇文章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那么文章的标题是 美国打台湾牌阻挠中国统一 注定失败 它发布于人民日报的第17版 而此前涉及到台湾 涉及到台海形势的文章 批评性的文字等等的 都是放在第3版的药文版 所以从第3版一下子 挪到了第17版的 所谓的政治版 那这个版面的位置 已经是大大的弱化了 所以结合着中国和美国 双边的反应 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 发展下去的话 美国媒体此前提到的 习近平在9月份 很有可能去到中亚和普京 来进行会面 那这个摆乌龙的可能性 比较的大 或者说习近平最后不去的可能性 比较的大 所以眼下 那美国方面的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不少分析就提到了 似乎中国和美国 很有可能达成一种默契 以后如果还有一些 重量级的西方的政要 政府的官员去到台湾 那中国大陆就会有所反应 会突破所谓的台海的中线 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政要 没有一些议员 比较重量级的人士 去到台湾的话呢 中国大陆也是稀释宁人 你不动 他不动 也不会去主动的 穿越所谓的台海中线 这就是所谓的新常态 目前来看有这个可能性 来看一看中国大陆的疫情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最新的信息 8月份这一轮的疫情 那已经波及到了整个中国大陆 包括31个省市 再加上自治区 其实往前走 4月份的时候情况也类似 除了西藏之外 是波及到了30个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奥密克戎 中国还要这样防 那防不胜防 刚刚过去的周末 事情也是比较的多 孙春兰本来是在海南岛 进行所谓的督战 21日已经离开了 如果说他不返回北京 来进行休整的话 他有这个可能性 去到西藏来进行督战 还有李兰娟院士 他的一番话 被不少人理解成为 中国很有可能 对于新冠的疫情防控 做一个降级的处理 但这样的乐观的情绪 很快的被中纪委 国家监委官方网站的 一篇文章冲淡了不少 这篇文章就强调 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 精准防控 因为整个策略 对经济发展有好处 先来看看 中国疫情发展的 整体的数字 8月21日全天 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那报告的 新增确诊病例是427例 其中境外输入的67例 那么本土新增的确诊病例 一共是360例 排在前三位的 分别是海南232例 西藏55例 陕西是16例 接下去还有重庆 广东福建等等 接下去就是8月21日 全天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 一共是1558例 其中境外输入94例 本土是1464例 排在前三位的 海南535例 西藏494例 新疆189例 此外还有陕西 青海 河南 等等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消息 以及媒体做的信息的汇总 可以看到8月份以来 这一轮的疫情 主要的是奥密克戎病毒了 已经波及到了中国的 31个省市自治区 再加上新疆建设兵团 其中有两个 比较标志性的事件 第一个就是说 8月初的时候 西藏有了所谓的疫情 那过往920天 守了920天 这个历史就正式做古了 第二个相对小一点的 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从这个月 过往一段时间 守得不错的辽宁黑龙江 在8月份 又首次出现了 本土的感染者 凡此种种可以看到 新冠病毒 尤其是奥密克戎病毒 已经是越来越难防 4月份的时候 除了西藏 中国别的大陆的30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新疆建设兵团 都已经所谓的被波及到了 当时媒体的一个猜测 那西藏可能就是 时间早晚的问题 那果不其然 到了8月初 就正式破功了 而因为奥密克戎 确实说越来越难防 再加上中共最高层 中国最高层所定下的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以及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并没有弱化 所以很多地方真的是疲于来应对 就中国的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来说 包括北京 上海 以及南边的深圳 其实过往一段时间 一直都有所谓的疫情 但是因为 大规模的封控 比较严格的 把市里面的各个区 封控起来 彼此独立起来 这种做法 对经济带来的打击过大 而且也引发了 普遍的民怨的沸腾 所以现在大城市 搞这种封控 已经是比较的少 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 在精准防控上 是下了功夫 但是具体到一些 相对小的地方 新疆 山西 湖北 河南 宁夏 它下面的一些 县级市 一些县 那封控起来 就是比较的严格了 而就西藏而言 为了防止西藏的疫情 外溢 特别是说外溢到北京 中国的国铁集团 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 是采取了 现在媒体普遍认为 比较极端的手段 比如说 拉萨到北京的列车 因为过往已经发现了 几十例的阳性感染者 所以呢 国铁集团的做法 就是压缩路段 北京西 往西宁的方向 包括西宁到北京 西的方向 这一段就不跑了 还有呢 拉萨到上海的一次列车 也是出现了多名的阳性 那么现在 国铁集团 采取的一些办法 就包括限售 停售相关的车票 而且国铁集团 现在是要求 对经过 或者说涉及到 有疫情的地区的 普通速度的列车 那区别于高铁 就要求上面的乘客 来搞静态管理 要避免在车厢 跨车厢的人员的流动 那过往 做过中国火车的人都知道 去不同的车厢走动 走动 输落输落筋骨 或者去餐车吃个饭 那现在因为所谓的疫情 这样的流动 车厢内的流动 都要被减少到最小的幅度 围绕着中国的疫情 再看两位女士最新的言论 一位就是有着中国奥密克戎病毒首席执行官的孙春兰 那么根据海南媒体发布的消息 孙春兰是8月13日到21日在海南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这个表述就意味着他事实上是已经离开了海南 那么有几个要点啊 第一个要点就是说 孙春兰就提到这一次疫情 三亚的疫情传播指数 RT值是降到了0.9 主要的传播链条基本阻断了 就是说到了0.9 孙春兰就走了 那么根据此前在上海 上海的RT指数 也就是一个人感染以后可能传染的人数 RT指数呢 是降到0.67 孙春兰才走 而且是4月2日5月1日 一共是待了一个月 这次在海南 孙春兰是待了9天就离开了 还有一个要点 就是这9天时间 海南官方是一共发了9篇的专门的报道 他在哪做指示 做要求 做检查等等 客观上来说也是没有闲着 那么9篇文章看下来 只有一篇文章 是提到孙春兰说了 要坚持动态清零 剩下的8篇文章都没有提动态清零 所以总体来看 包括此前海外媒体的解读 就是孙春兰的这个口风是松了 9分之8的文章没有提动态清零 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预示着中国的这个政策要有所松动 当然关于这个判断 9篇文章8篇文章没有提动态清零 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信号传递出来呢 各方有不同的看法 相对乐观的声音就是说 包括习近平这一次去到辽宁锦州市和沈阳市考察 也没有提所谓的动态清零了 在疫情上的琢磨并不多 所以似乎孙春兰的表态 与习近平形成了一种对应的关系 相对悲观一点的声音就是说 那没有办法解释 目前在中国比如说西藏新疆海南一些地方出现了非常严格的管控 在县在县级市这个层面之上 等会儿也会提到中国官媒的一篇文章 那也是在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 虽然中国的一些做法确实那不断的在走向松动 但是从文件上文本上 动态清零这个四个字要被拿掉 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大概究竟要等到什么时间呢 现在也没人能够说得准 所以第二位女士就要出场了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传染病学家李兰娟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她透过中国媒体采访时候就说法 随着中国的防控措施逐渐到位 新冠病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肯定会越来越小 所以她就表示 那新冠将在合适的时候回归乙类传染病的管理 但从甲类管理向乙类管理转变 需要专家全面评估 结合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病毒未来发展趋势 以及病毒对人类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 等综合来分析 那李兰娟似乎是给了一个方向 那会变 但是这个过程 回到前面的还是得等 她也不清楚多久能够分析完毕 考虑到李兰娟院士 包括她在内的不少中国的知识人 对2020年的武汉封城 以及中国早期的疫情防控策略 她是进行了一个意见提供的 所以人们也有理由相信 李兰娟现在也是参与到了 中国疫情调整变化的一个 所谓的分析进程之中 回溯来看 中国是在2020年的1月份 就把新冠病毒作为乙类传染病 但是是上调以及变成甲类传染病 来进行管理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表态 很有可能是中国对新冠病毒策略 退出的一个依据 世卫最新的一个表态 那新冠病毒仍然是值得全球 关注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但是另外一边一项的 此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也建议中国说在有BEL的时候 新冠疫情的防控策略 要进行过度进行退出等等 但中国当时外交部的发言人 还对这样的说法是进行了批评 不过现在普遍的看法 如果说世界卫生组织某一天 对外宣布新冠病毒 已经不再构成需要普遍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果说做了这样的官宣的话 那将对中国要继续实行 所谓的动态清零这样的策略 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既有国际上的压力 也有来自内部的压力 接下去来看一篇文章 是由中共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的官方的网站 在周末发出来的 8月22日不少的央媒 还在转载这篇文章 标题是深度关注 有效控制疫情 经济损失最小 文章比较的长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官网来看一看 在这里快速分享四个小标题 第一个小标题 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 实现了各国在两年多前 曾经寻求的目标 低死亡率和尽可能少的经济混乱 第二个小标题 国民经济延续了恢复态势 疫情防控是前提 稳住经济是基础 统促发展和安全是保障 第三点 消极防疫 不能挽救经济 一些国家科学防控 不断让步于政治利益 陷入收紧 放开 疫情恶化 再收紧 再放开的恶性循环 第四个小标题 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 以最小代价 实现最大防控效果 稳住经济社会发展 基本盘 这篇文章客观来说 新的内容并不多 但是因为它是中纪委 中国国家监委官方网站 发出来的 所以相信 中国的官员 地方上的官员 会多来看一看 来多来学习一下 其实有这么几个要点 很多评论人士就提到了 第一点就是西方国家根据新冠病毒的变化 然后这些国家在防控的策略上有所变化 这个一般还是被理解成为是因应实事的一种现实主义的做法 那中国过往算年头是三年疫情防控的措施都没有根本上的变化 其实普遍已经被批评是所谓的克州求见了 第二点 第二点争议比较大的 就是这篇文章说 对于防控成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关键要算大账 长远账 动态账 动态清零的灵魂就是要早发现 控制早发 疫情 消灭在萌芽之中 等等 而且文章还特别批评 西方一些国家 主要是美国 那直接点明了美国 疫情防控的措施让步于政治利益 那其实这篇文章没有提到的 就是在七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那其实中共的最高层也提到了中国的疫情防控 它要算政治账 所以其实都是在所谓的政治账了 一边美国成为了靶子 另外一边的中共最高层的一个指示 文章又没有提 所以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双标 第三点这篇文章也特别提到 眼下是疫情形势严荡反复 国际环境复杂严峻 似乎透露的信号 就是说国际上的形势 也与中国采取的所谓动态清零策略有关系 是怎么样的关系 这篇文章没有展开来解释 但是这个中间它的难度 或者说它的挑战就在于哪里呢 中国有5000万人到8000万的海外的华人 华裔 还要加上一些留学生 以及在海外工作的这些中国人 那么这一部分的人群非常的庞大 透过互联网 透过各种沟通的形式 把海外的国家是怎么样做疫情防控的 因应着奥密克戎的变化 新冠病毒的变化 防控的措施又出现了怎么样的调整 这些信息其实是比较能够通透的传回到国内 他们的朋友 亲戚圈子中去的 当然对方信不信 那这是一回事但是至少能够听到不同的一些做法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现在中国官方的叙事话语来自这一方面的挑战已经是越来越大 尤其是厦门给鱼做核酸 经过香港台湾媒体的报道之后呢 现在引来了普遍的关注 还有一个细节也是在周末视频传的比较的广 就可以看到在西藏的贡甲县有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在打在殴打 两名藏人 两名本地人 官方很快第一时间做了回应 那具体的细节官方还没有给出 不过根据网友的一些说法 穿白色防护服的人要么就是当地的疫情防护人员 要么就是贡甲县的公安人员 两位藏人被打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去放牛了 没有去做核酸的检测 目前主要是这样的一些版本 官方承诺会加紧来调查 那这样的视频其实现在也已经传到了中国以外 海外不少一些藏人的人权组织 毫无疑问很快会做出反应 这两条消息 一个是给海鲜做核酸 一个是白衣人去殴打藏人 而且视频上传以后是上了热搜的 这个比较罕见 但是很快热搜给他撤掉了 相关的视频也被删除了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非常敏感的民族关系 所以回到中纪委中国国家监委官网的文章 就是说因为眼下有这样的国际的形式 所以更有必要在中国国内来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 那结合前面的例子 看上去是不是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感觉呢 这也是不少批评人士的说法 因为这样的做法传出去以后 反而让中国的所谓的国际形势更加紧张 所谓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糟糕 同样的就是在8月22日 中国的社交群组普遍都在转一条消息 指的就是泰国将从10月1日开始 将新冠病毒把它调整成为所谓的地方传染病 那么一些管控的权限从国家层面下移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网友有共鸣 原因也并不复杂 前面提到的中共中纪委和中国国家监委官网的网站 它呈现出来的动态清零继续走下去 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思路 其实已经是说服力越来越小了 当然中国官媒 央媒普遍所强调的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 奥密克戎的病毒或者说新冠的病毒 突然急转直下造成更大的杀伤力呢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中国以内中国以外的专业人士 普遍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微乎其微的 而且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 它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政策 常年不变 恪舟求见 也很难说 已经很难说是一个好的解释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